今天的最新消息是 六名挟持点狱长的囚犯 他们在今天五点多的时候 举枪自强是先后 那么点狱长呢 也平安获释了 现场的最新 我们带您关心 一个信赖的一个管道 我们想尽办法 我们想尽办法 在可能的一个作为范围里面 我们去建立这个管道 但是在最后 最后 就是等于在 他们要希望由张安乐 来建立这个管道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 出尔反尔的三次 我们已经满足了 他三次的一个需求 事实上我们真的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没有很大的一个考量空间 在这样子的 无条件的信任 尤其提供一个任何 有可能造成一个 安全性考量的一个任何人 在那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我们不能够再由李前议员 就是刚刚有之前 他有先前进去的一个李前议员 李前议员在那个情况底下 事实上他自己也担心他自己的安危 不能再进去了 我们也不能考量 由家属再进去送东西给他 我们也不能考量任何 有安全顾虑的任何人 警方的人他不会接受 所以我们在这中间要拖延这么长的一个谈判时间 最主要的考量是怎么样去安护他 让他能够慢慢的能够理解 我们真的提出最大的一个诚意 在事件落幕之下 我们就能够安排他跟这个张安乐先生能够会面 所有的可以谈的条件我们都谈了 只要是合法合情合理 我们判断可以接受的东西 我们都尽量的来跟他做一个协商 我跟他对话前前后后真的不下30次 真的不下30次 没有放弃任何一次 可以再跟他重新再协商 重新再谈过 可以调整条件 可以做一个让他们放松这个必死的信念的一个机会 举腔致敬前他们到底说了什么 举腔致敬前他们说什么 他们提到哪些条件 举腔致敬之前 在这个举腔致敬之前 说实在 他其实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 把这个 把这个 神明 我们可能 我们是在那个情况底下 我们是希望 他真的能够信守他的诺言 让我们的典域长 先出来 举腔致敬之前 我们再三的再努力 再跟他再沟通 就是希望 他能够先让典域长出来 典域长出来 之前 如果说 他们完成他们自己的一个心愿的话 说实在的 即使是张安乐先生跟他联络 他们的结果也是要举腔致敬 我们再怎么样跟他沟通 再怎么样跟他协调 就是希望他们放弃这样的一个想法 能够信任我们检方 预方还有警方 有具有这样的一个诚意 绝对没有要攻坚的意思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们非常节制的希望警方能够在他们有各种疑虑的情况底下 他们对空的鸣枪 或者是他们的一个疑虑 对媒体的一个空拍飞机的一个疑虑 他们来做一个扫射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都要求警方充分的展现出我们的一个善意 没有要做一个无谓的攻坚的一个行为 也没有要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疑虑 让他们能够相信我们真的是希望事件和平落幕 就像他到底提出了哪些条件 还有你们谈判的教授 事实上最难的还是在于双方面的一个信赖基础 在那个情况底下 真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充分的相信 他所提的一个条件 因为他们的情绪 在这次的情问当中 我们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在昨天下午 差不多四点多的时候 我们接获我们高雄建议的管理员的报案电话 那报案电话是打到我们林园分局大辽分助所 我们大辽分助所的同仁马上出勤 赶到高雄建议来 而且管理员很明确的报案讲 说是会从侧门 这六位受刑人持枪要加持人质 从侧门逃逸 那我们根据这样的一个报案 马上赶到现场 有三个警网来到这个侧门 在那一叉 刚好也这个六个受刑人 持枪开侧门的 我们要出去准备逃逸 但是我们言许非常激紧 马上及时的开枪 逼退 让他们能够 让这些受刑人自然而退 那受刑人也向我们开枪 那这一波的对开 射击 我们严谨六个人 三个警网 总共开了十一枪 那六个受刑人 直到警方开始到达现场 把整个建议的门口都封住以后 就被限制在那个侧门的车检罩里面 就是一直在这个车检罩里面 整个晚上就被限制在那里 那第二波的一个射击 就是在自杀前将近五点的时候 那有一位喝醉酒的 应该就是那个秦义民 秦义民吃了长枪 就是开了侧门要出来 但是我们看他的举动 并没有 就怀疑 可能要逃窜 我们一直在注意他 所以我们又开枪 让他逼退 又退去到这个车检署里面 那第二波 是总共开了十四枪 那在整个 我们勤务部署当中 我必须向大家说明的 我们这一次警察局动用我们保安大队 特勤中队 霹雳小霹雳中队 最精英的部队赶到现场 那刑警大队 还有林园分局 后山分局 还有附近的分局 全部都赶来之眼 把相关监狱可能会被翻页的路口 还有内部可能会被逃窜到其他的设防 还有制高点 我们都有部署的相当严密的一个警力在里面 尤其我们部署在制高点 整个可以严密监控 这个受刑人的一个举动 我们都掌握得非常清楚 所以 这个六位受刑人也知道 他也一直在探视 有时候会从这个侧门的门去看 我们的警力的严密情形 以及我们的制高点 他知道也没有办法逃窜了 或是逃逸了 所以被我们限制在一方里面 他才愿意跟我们谈判 所以这一点 我们警方的一个部署 我们接着 我们这次相当的成功 让他没有逃逸的 已经说他的这个动机 已经被打下了 再补充一下好不好 就说刚才媒体的朋友 有一再的关心 这些受刑人 他们在最后是希望什么 说实在 包括他们也希望跟家属做最后的留言 但是我们再怎么努力 再怎么讨论 我们还是觉得 我们不能够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动机 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在那个过程里面 还是尽可能的再努力 在努力 除了我们之外 其实典域长 典域长在被挟持的过程里面 他也有好几次跟我们做过联络 直接的一个对话 典域长他自己本人也是非常非常不舍 这些人要用自己了断自己的这个方式 来结束这样的一个事情 典域长他本身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非常的跟我们做一个强烈的一个需求 希望我们真的能够 说服这些受刑人 是不是能够有机会让他们真的活下来 典域长在被挟持的过程里面 都还是这样子跟我们强烈的 表达他的这样的一个欲望 严重你刚刚有提到说三个条件 可不可以比较简单条列式的说 是哪三个条件 你们彼此打破了双方面的信任 就是一开始的那 其实在第一个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是希望我们把这个食物送进去 把食物衣物送进去 便当跟衣物送进去的这个情况 我们研判 我们认为说为了不激怒他 为了让他们能够跟我们建立一个信赖的管道 在几次的沟通在几次的说明之后认为是可以谈的 所以我们就是跟他建立起来怎么样把这个食物跟衣服送进去 怎么样把食物跟衣服送进去的这个情况底下 事实上他们那个时候就已经都有开始在散发一些消息 是不是说我们给他的一个善意 他们是不是就能够停下来 好好的跟我们做一个诉求的一个表达 但是一开始我们当然就是尽可能的去寻求 可以送进去的一个方法 送进去的方法大家后来也都知道 最主要就是由李前议员 他来负责把这个便当跟衣物送进去 但是李前议员送进去拖延了很久很久 我们在外面实在是非常非常担心他的安危 我个人是真的忐忑不安 真的忐忑不安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我们跟他的一个信赖基础 说实在互相之间真的都不存在任何的一个信赖基础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冒险而为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他进去里面谈判非常非常久 在那过程里面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 有什么样的一个动作 说实在我们在外面真的没有办法控制 里面的一个监视器很早就让他 好 是刚才是我们接收到这个刚出来的典狱长 以及这个主任检察官陈主任检察官 还有呢就是高雄市警局的局长 出来做的一个谈话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 陈世之他是相当的冷静 那有说出其实呢在现场 因为这个范贤他们出的条件 一再的出尔反尔 所以呢才会造成这个谈判破裂 那如果有最新的消息 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掌握 以上现场最新情况 主播